暗恋多年的青梅 她却一直拿我当备胎 瞒着家人跟笑爸鬼混 后来我创业成功 身价过亿 她又哭着过来 找我求复合 说她年轻时不懂真爱 我一时心软便接纳了她 没想到 这是她和笑爸男友 联合施展的阴谋 某天我遭遇车祸 躺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时 她却挽着笑爸男友的手臂 告诉了我真相 是她暗中买通司机制造车祸 让我意外死去 过亿资产落在他们二人手里 当年喜欢我的笑花 就是被她的笑爸男友欺凌后 跳楼身亡 一直保护我的好兄弟 也是因为我惨遭横死 在他们开怀大笑中 我带着不甘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睁开眼时 我回到了高三时期 制定了一份完美的复仇计划 定要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王征 放学后 我要跟张帅出去办点事 可能要晚一点回家 我跟爸妈说 今晚找你补习功课 你别回家太早了 一定要帮我兜着点 陆瑶穿着白衣裙 微微晃动我的手臂 略带撒娇式的语气 我一脸猛逼 自己不是已经死在医院病床上了吗 眼前的场景 灰白色教学楼 不远处被塑胶跑到环绕的操场 一切竟是如此熟悉 我猛然惊醒 这是当年的高中校园 居然重生啊 王征 人家跟你说话呢 发什么了 给句痛快话 要不要帮我 自己看着办 陆瑶眼神略带娇怨 嘟着嘴表达不满情绪 看着眼前身材高挑 气质不凡的陆瑶 我真想甩手给他一巴掌 自小青梅竹马 我默默地喜欢他多年 他却一直拿我当备胎 关键时刻 还总是让我给他做挡箭牌 欺骗家里人 好让他跟校爸出去鬼混 最后更是跟他的校爸男友 联手密谋害死我 辛苦创业挣下的亿万资产 全都便宜了 他们这对狗男女 怒火中烧的 我刚要扬起巴掌抽他 但又忍住了 就这么打他一巴掌 根本不解气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万一找他的校爸男友告状 自己肯定免不了一顿毒打 不能干这种蠢事 既然老天爷让我重生一次 那就是特意给我创造复仇的机会 小不忍择乱大谋 不能这么冲动做事 给自己招惹麻烦 我要制定一份完美的复仇计划 让这对狗男女 付出惨重代价 如此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王征 你要是再不说话 我可要生气了 路遥掐着腰 怒气汹汹的瞪事 我回过神来 特意跟他露出舔狗的笑 先麻痹他 不能让他看出一场 破坏复仇大忌 好 我答应你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 路遥显得格外开心 对吗 这才是我最好的竹马 就知道 你肯定会帮我 给你一个小小的奖励 说着 他便点起脚 冷不丁对着我的左脸亲了一口 然后冲着我嘻嘻一笑 快速跑开 我傻愣当场 方才一不留神 被他亲了脸 前世的我 在这个时候坚决反对 不同意 他去跟笑爸见面 还说他要是敢偷偷瞒着我 去跟笑爸鬼混 就告诉他爸妈 当场闹得不愉快 他气呼呼地离开 这一事 我没有再阻拦 也不打算干涉他的私事 可没想到 他会突然亲我一口 要是前世的我 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肯定会高兴地 一晚上睡不着觉 甚至第二天早上起床 都舍不得洗脸 现在 只觉得特恶心 那残留在脸上的口水 比下水倒流出来的脏水 还要恶臭一万倍 我看着他飘然离去的背影 白衣裙随风摆动 只感觉前世的自己 真是瞎了眼 在心目中 一直都拿他当圣洁的白莲花看待 哪怕知道他跟校爸出去鬼混 也只是单纯地 以为他年少不懂事 有点青春叛逆而已 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 只要自己好好对待他 一定会让他明白 什么才是真爱 可惜 他并不是自然界中圣洁的白莲 就是妥妥的白莲花女人 我为前世的自己 感到羞耻和不值 好在上天终究待我不薄 又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所以 这一次我不会再反对 还会尽可能地 帮他跟校爸在一起 因为七年之后 有他哭的时候 那时 就该轮到我在他们 这对狗男女面前 开怀大笑了 我转身离开 第一时间跑去洗手池 反复清洗脸颊 洗掉白莲花 残留在我脸上 充满肮脏恶臭的口水 就在一转身的功夫 我发现 有着校花女神称号的灵溪 怯声声地朝这边走来 我愣了一下 随即便恍然明白过来 前世这个时候 我因为反对白莲花 去跟校爸出去鬼混 两人闹得不花散 我当时也是气鼓鼓地离开 灵溪恰好出现在不远处 好像有话要说 只是我没多看她一眼 便直接走开了 灵溪 有事吗 我冲着她微微一笑 主动打招呼 王征 我有道题不会做 等会儿放学后 你能稍微留意下 给我讲解吗 灵溪看上去满脸娇羞 眼神带有一丝紧张 生怕被拒绝 我现在已经得知 这位校花女神 一直都偷偷喜欢我 只是从来没有说过话 那时候我一门心思 都在白莲花身上 完全忽视她的存在 此刻过来找我 完全就是打着请教的幌子 多跟我接触 她就是太娇羞了 不好意思说出口 别闹了 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还有不懂的问题 来向我请教啊 我轻笑道 看她是什么反应 还是比不上你学习成绩好 你可是咱们学校公认的学霸 我一直都拿你当学习的榜样 灵溪满脸娇羞的回应 眼神游离 不敢去看我 好吧 那咱们放学后见 我笑着点头答应 嗯好 放学后 我去你教室找你 说完 灵溪转身飞快跑开 生怕我会反悔似的 我经不住摇头失笑 也暗自发出轻叹 多好的女孩啊 前世我真是瞎了眼 一直都盯在白莲花身上 忽视了这位各方面 都非常优秀的校花女神 好在一切重新来过 此生绝不负灵溪 她才是最佳伴侣 至于白莲花路遥 呵呵 哪凉快哪待着去 不稀罕了 放学后 我留在座位上没动 等着灵溪过来 王征 放学了还不走吗 韩鹏一脸笑意地看过来 他是我的好兄弟 一直都对我特别照顾 我再看一会儿书 稍后就走 我没好意思说 留在这里等灵溪 免得他又瞎想 哎 本身就是学霸了 还这么努力 要别人怎么活啊 王征 咱不带这么卷的哈 韩鹏笑着白手离开 我刚想开口提醒他 明晚要小心校把张帅 前世 就因为我今天放学后 看到白莲花跟着校把离开学校 气愤不过 直接找去白莲花父母告状 陆瑶被揪回家挨了一顿P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 校把就找了几名混混 要狠狠收拾我 恰好韩鹏路过 帮我解了位 结果没出两天 韩鹏就溺死在水库里面 当时我还以为他去水库捞鱼 不幸导致溺亡 为他伤心了好久 在我临死那一刻 才从白莲花口中得知 韩鹏的死跟校把张帅有关 也是因为我 让他惨遭横死 但话到嘴边 我又咽了回去 觉得没必要说这件事 因为这一次我 压根没阻止白莲花 跟校把出去鬼混 也就不存在第二天下午放学 校把找来混混 收拾我的事情 现在提醒韩鹏 反而会让他胡乱猜疑 完全没必要 没一会儿功夫 教室里便没人了 只有我自己 大约过了十分钟 灵溪翘生生地 出现在教室门口 那东张西望的样子 就跟做贼似的 我禁不住玩耳一笑 真是太逗了 灵溪进来吧 你还怕被人发现啊 听到我的招呼声 灵溪面色羞红地走进来 我怕引起别人误会 尤其是陆瑶 可别影响到你俩的感情 听到这话 我瞬间怒从心头起 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 也不应该拿白莲花的错误 去惩罚无辜的笑花女神 灵溪你别误会 我跟陆瑶 只是自小一块长大 两家关系比较好 走到近一点而已 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我笑着摆了摆手 真的吗 灵溪听到我这话 显得格外高兴 但很快又意识到 自己失态了 一个劲地跟我道歉 我只能笑着表示不在意 也没必要跟我道歉 灵溪很快便拿出一道题目给我看 这就是她 不会做的那道题 我看了一下 确实有点难度 看来她这是精心准备了呀 不想让我看穿她的小心思 我也不刻意去点破 便给她讲解起来 王峥 你不会是学霸啊 这么短时间内 就给解出来了 我当时可是费了好半天进来着 灵溪满脸崇拜神色 刚把话说出口 立马便闭嘴 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坐在那里满脸羞红 局促不安 我强忍着笑意 不让她看出来 免得她更加难看 嗯 这道题确实有些难度 已经属于傲数范畴了 我假装没听出她的话 深以为一地点头 灵溪明显松了口气 想要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神色 灵溪 班主任郭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 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 戴着黑矿眼镜 落落大方 郭老师 我是过来找王征请教问题的 您可别多想啊 灵溪慌忙起身 做出解释 我差点就要笑出声来 灵溪也太没有心机了 她这么一说 反而给人一种不打自招的急事感 好在郭老师也确实没有多想 笑着点头 你俩都是学校的尖子生 在一起相互探讨学习是好事 老师怎么会多想呢 我就是看着教室门没锁 特意上来看看 不打扰你们探讨学习了 王征 等会儿走的时候 别忘了关门 嗯好的 郭老师 我连忙点头答应 等郭老师离开后 灵溪不停地拍胸口 心有余悸的样子 可吓死我了 没想到郭老师会突然过来 还好她没有误会 我彻底憋不住了 笑出声来 咱俩本来就是在探讨学习 有什么好怕的 难不成你还有其他心思 故意点她一下 看她怎么回复 灵溪瞬间脸红出新高度 就像是被人揪住小辫子似的 哪有啊 我本来就是向你请教问题的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家了 明天见 说完 灵溪便慌不择路地离开 逃命式地跑出教室 我笑出声来 刚想提醒她 以后要小心笑霸 显然来不及开口 她已经跑没影了 只能以后找个时间提醒一下她 绝不允许张帅欺辱她 我暗自发誓 不能让前世的悲剧再次重演 自己重活一次 不只是为了报复那对狗男女 也要回报真心待我的人 灵溪 韩鹏 前世皆因我而死 这次说什么 也要护好他们 将来跟我一起创业 享受美好人生 也是自己上一世欠的债 应该做出的补偿 关上教室门 我离开学校回家 一栋非常普通的居民楼 我家在四楼 推门房门走进来 便嗅到饭菜香味 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老妈正在厨房做饭 真儿 没请鹿瑶来家里吃饭吗 你妈还特意做了她爱吃的红烧带鱼 老爸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我一阵撇嘴 为老妈的红烧带鱼感到不值 陆瑶还不知道在哪个小宾馆里 跟校爸滚床单呢 白瞎了老妈的一片好心 但这话我不能说出来 要不然 非同的大篓子不可 我不知道啊 放学后就没见过她 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才懒得多提她的破事呢 不对啊 方才你陆叔特意打来电话 说你今晚给陆瑶补习功课 一个劲地跟我道谢呢 老爸愣愣地看着我 满脸地问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不清楚 没跟我提过 他可能临时有事 没来得及找我吧 那可不行 我得给你陆叔打个电话说一声 问问陆瑶回家没有 他还以为你 带着陆瑶在咱家 给他补习功课呢 眼看老爸要打电话 我急忙将他拦住 这个电话可不能打呀 闹大了 倒霉的还是自己 爸 我突然想起来了 放学后我看到陆瑶了 他说去超市买点东西就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跟父母撒谎 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老爸从来不会怀疑我 也不认为我是个撒谎的孩子 所以他就信了 没打这个电话 我不由地松了口气 好在稳住了局面 没出什么意外 吃完饭时 已经是晚上七点来钟 让我没想到的是 陆叔打来了电话 问我给陆瑶功课补习的咋样 几点回家 这一下 我头皮瞬间炸了 白莲花真没点鸟鼠了 从放学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快三个小时 还没解决完那点破事 在外面浪起来 都不管时间了 真要是听他的话 我他妈今晚得几点才能回家 结果可想而知 没有我的阻止 白莲花成功去外面 跟校爸鬼混了 可回到家 便挨了一顿打骂 比前世打骂的还狠 因为他不仅跟校爸鬼混 还跟家里人撒谎 我一脸无奈加苦涩 这次没管白莲花的破事 结果还是演变成跟前世一样了 白莲花肯定认为是 我给偷偷告密了 那明天下午放学后 这一晚也跟前世一样 我失眠了 不同的是 前世的我是因为生白莲花的气 看到他被父母打骂 也有点心疼 导致彻夜无法入睡 此刻 我是担心明天下午放学 前世的悲剧再次上演 间接害死韩蓬 我的好哥们 好兄弟 第二天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来到学校 陆瑶早早地在教室门口等着我 双眼充满怒意 王峥 你不守信用 卑鄙无耻的小人 表面答应帮我 背后却偷偷告密 你这种行为很可耻 我一脸无语 反倒成自己不对了 身是个不要脸的白莲花 我没给你告密 也不屑做这种事 昨晚那是因为 我特意解释一下 昨晚的情况 并不是怕他误会自己 只是不想事情闹大 避免前世的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 陆瑶听完我的解释后 反而更加生气 责怪我为何回去得那么早 我都想当场骂娘了 自己没点鸟术 能怨谁 王峥 你让我很失望 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不想看到 我跟张帅交往 才会早早回家 让我爸妈发现秘密 这件事我记住了 不让我好过 你也别想好 说完 陆瑶怒气冲冲地离开 唉 我无奈叹息 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还是要上演了 下午第二节体育课 恰好跟校爸的班一起上 张帅特意来到我跟前 那魁梧的身材 确实让人很羡慕 人如其名 长得很帅气 家里也有钱 正因为这两点 白莲花才会一个劲地往上扑 看不上长相普通 也就学习非常亮眼的自己 放学后 你给我小心点 张帅冲着我冷笑一声 转身走开 我站在原地没有吭声 大脑飞速运转 该如何破这个局 王峥 刚才张帅找你说啥了 我怎么感觉 他不怀好意 要是受欺负了 别闷着不说 我可不怕他 韩鹏走到跟前 拍着我肩膀 没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必担心 我勉强笑了笑 不想让他牵扯进来 引发悲剧上演 有事了就之声 咱俩可是败把兄弟 韩鹏咧嘴笑 露出大白牙 我心里暖暖的 但也多了一丝惆怅 熬到下午放学 我故意走到最后 跟韩鹏说 留下来看一会儿书再走 让他先走一步 看到韩鹏离开教室后 我稍微松了口气 等会儿走出校门 免不了要挨一顿打 但只要不将韩鹏牵扯进来 也无所谓了 这个仇等将来再报 现在还没那个能力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何况 用不了那么久 七年就够了 我在教室多停留了半个小时 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出校门 发现外面没有情况 稍微松了口气 估计那几个混混 没等到自己 先离开了吧 我赶紧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 绕远道回家 可刚走出校门没多久 那三个混混 便冒出来了 马的 你小子还跟我们玩躲猫猫了 我说方才咋没看到你 原来一直都在学校没出来 我瞬间万念俱灰 该来的 终究还是没能躲开 不过还好 韩鹏早一步离开了 这次没他啥事 也算破了死局吧 就是自己免不了挨顿打 不算太理想 住手 就在我准备迎接三个混混的拳头时 突然从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 我回头一看 顿时惊呆了 是他 他怎么没走呢 韩鹏快速跑过来 张开双臂 将我护在身后 双眼冷视着那三个混混 还不停地安慰我 王真别怕 有我在 谁也不能伤害你 我特别害怕 不是怕自己挨打 而是怕他牵扯进来 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还是出现了 韩鹏 你不是走了吗 我满脸焦急 惊恐不安 体育课上 我就感觉不对劲 放学后 我就多长了一个心眼 故意躲起来没走 果然被我猜着了 你们三个 是不是张帅让你们过来 找王真的麻烦 韩鹏一脸得意地笑 抬手点指三个混混 你别多事 滚一边去 混混对着韩鹏发出冷喝 王真是我兄弟 你们想动他 先问问我答不答应 王真你退后 免得动起手来伤到你 韩鹏已经抜起袖子 准备跟三个混混干仗 我立马就急眼了 拉住韩鹏 别动手 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 你别管 屁话 咱们是不是兄弟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韩鹏 正因为你我是兄弟 我才不想害你 赶紧走 瞧你那胆小的样 论学习我比不上你 但论打架 你可比不上我厉害 话音落下 韩鹏就挥拳冲杀过去 不得不说 韩鹏确实打架挺厉害 一对三 丝毫不落下风 没几个回合 那三个混混 就被打趴下了 韩鹏只是受了点轻伤 嘴角蹭破点皮而已 滚吧 回去告诉张帅 有能耐冲着我来 欺负王征 算什么本事 听到这话 我直接面如死灰 就因为这句话 两天之后的晚上 他就溺死在水库里了 本想阻止这一切发生 还是没能控制住 赶跑了那三个混混 韩鹏一边擦嘴角血迹 一边看着我 他娘的被打了一拳 牙齿还有点松动了 哎哎哎 吓傻了 你这胆量不行啊 小场面也 瞧你这脸色白的 哈哈 看着韩鹏放肆大笑 我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因为他的出现 我今天免遭一顿毒打 可两天后呢 我又该怎么拯救他 韩鹏 你听我说 这次你闯大祸了 擦 不就是打了几个混混吗 张帅还能杀了我 嗯 我不瞒你 他真会找人弄死你 而且就在郊区那个平云水库 呸呸呸 你压的诅咒我是不是 韩鹏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接下来的话 可能会让你很震惊 但一定要相信我 我不再隐瞒他 将自己重生一次的事情 如实告诉了他 但看纳祸的神色 明显觉得我有病 甚至还哈哈大笑起来 王正 你小说看多了吧 连重生之类的话 都冒出来了 不对啊 你不是学霸吗 一心都铺在学习上 咋也有心思看穿越类的小说了 咋穿越回来的 教教我呗 看着他明显不信 我是万分心急 可任凭我怎么说 他都跟大马哈式的答复我 好好好 我信 我信还不行吗 这两天我哪也不去 放学就回家闭门思过 满意了吗 这是韩鹏 对我最后的答复 便笑呵呵地离开了 唉 看样子 他还是没当回事啊 到底该怎么办 如何阻止这场悲剧再次上演 我满心惆怅地回家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到家时故做轻松的样子 这一晚 我又失眠了 因为韩鹏 前世的自己 不知道后续之事 导致痛失好兄弟 现在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绝对不能再失去他 我想了一晚上 做出一个大胆决定 第三天 也就是好兄弟 韩鹏出事的这一天 早上出家门时 我又做了一件 对不起父母的事情 因为我偷东西了 不是偷别人家的东西 而是偷偷带走了 老爸的手机 我已经决定了 下午放学后 就偷偷跟着韩鹏 要是半路有人对他下手 我就能第一时间 用手机打报警电话 说不定可以将他救下来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 偷了老爸的手机 晚上回家肯定要IP 爸妈还会用 惊叉的眼神看我 不敢相信 儿子能干出这种事 带着手机来学校 也很危险 明令禁止 不允许带手机来上学 一旦发现就会被没收 还要喊家长过来 相比较这两方面来说 最危险的 还是我偷偷跟踪韩鹏 万一自己不小心被发现了 估计也要跟韩鹏一样 溺死在水库里面 但为了能救下韩鹏 也顾不上那么多 正如韩鹏所说 我们是兄弟 我的事就是他的事 同样的道理 他的事 那也就是我的事 为了保住好兄弟的命 冒再大的风险也值了 来到学校门口 我偷偷将手机关机 放在口袋里 避免上课时 突然打来电话 被老师发现 那就完蛋了 即便这样 我还是跟做贼似的 一路上都忐忑不安 从来没做过 违反校规的事情 也是唯一一天 我上课总是走神 老师讲的什么内容 完全没听进去 时间一点点过去 到了下午放学 我没跟韩鹏打招呼 等他离开教室时 我便放下课本 快速追出去 就这么悄悄跟在他身后 也不敢跟得太紧 始终跟他保持 五十米开外的距离 怕被他发现 也怕被要对他 动手的人发现 跟了一路 都到了韩鹏家门口 也没看到有人 窜出来 对他动手 但我不敢有半点大意 前世发生过的悲剧 不可能就这么 给抹除了 韩鹏就是在今晚出的事 很可能是他回到家后 没听我的话 大晚上又跑出去了 这才给了那帮人 下手机会 我就猫在 韩鹏家门口附近 哪怕要我在这里 蹲守一夜 也无所谓 只要韩鹏不出事就行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 肚子也传来咕咕叫声 我不敢动 也不敢离开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我只能将手机开机 发现好多位接电话 老妈的手机打来的 我便给老妈回拨过去 承认是自己拿走了 老爸手机 但并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告诉老妈 吃饭不必等自己 去同学家里了 至于我为何要 拿走老爸的手机 这件事也没法做出解释 只能回家后 再撒一个小谎 要是告诉他们 儿子已经死过一次 现在是重生回来了 估计二老都得以为自己 学习压力过大 导致精神出现错乱 比偷偷拿着手机去上学 还要后果严重 这一等 就到了晚上九点多 我没有丝毫困意 一直都紧盯着韩鹏家的窗户 此时依旧亮着灯没睡觉 就在这时 韩鹏出来了 手里拎着一个垃圾袋 走到垃圾箱那里 随手丢进去 然后左右看了看 朝着一旁走去 这货要去干嘛 我一阵范嘀咕 扔完垃圾不回家 去哪下溜达 我不放心 赶紧悄悄跟上去 韩鹏直接离开小区 到了外面马路牙子上 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 还有打火机 我顿时一脸猛逼 没想到他现在就学会吸烟了 嗯 也知道背着家里人 偷偷跑到外面 来抽根烟 就在我摇头苦笑时 突然驶来一辆黑车 停在了韩鹏面前 紧跟着韩鹏 便被人打了一闷棍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将他拖进车里 便扬长而去 整个过程非常短暂 我瞬间急眼了 就是现在啊 韩鹏就是这么被那帮混蛋给弄死的 我急忙追出去 可惜已经来不及 那辆车早就跑远了 幸好我发现的及时 也看清楚了车牌号 没有半点迟疑 我赶紧拨通报警电话 喂 我要报警 我同学韩鹏被人绑架了 在顺通路上 明院小区门口 一辆黑色轿车由西向东驶去 车牌号市 我一口气说完 也很快得到了接线员的回应 立即出警展开搜查 尽管打了报警电话 但我还是心里不踏实 急忙拦下一辆出租车 朝着平原水库赶去 我不知道 他们是在其他地方弄死了韩鹏 再丢进平原水库 还是直接带去平原水库 让他逆水而亡 所以 在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我没直接提平原水库 就怕警方直接赶去平原水库 错过重要环节 此刻 我先追上去探探风 要是那帮人带着韩鹏 直奔平原水库 再立即给警方打电话报信也不迟 我只求司机师傅 能开得快一点 也希望警察能先一步锁定那辆黑色轿车 韩鹏 我的好兄弟 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在我不停的催促下 司机师傅也开始提速 朝着平原水库方向急速驶去 尽管车速已经非常快了 但我还是觉得太慢 心一直都提到嗓子眼上 不得安宁 二十分钟后 我看到前方有一辆黑色轿车 非常眼熟 也得益于通往郊区的公路上 这个点车辆不是那么多 我让司机师傅靠得近一点 看清楚了车牌号 正是先前从小区门口 将韩鹏掳走的那辆黑色轿车 看来对方并不着急处死韩鹏 一路上慢悠悠的行驶 这才给了自己追上来的机会 我一时间有些激动 也非常庆幸 终于赶上了 没有半点迟疑 我立马拿出手机 再次报警 说明详细情况后 便挂了电话 现在只希望警察能快一点赶过来 我让司机师傅 跟在那辆黑色轿车后面 就这么跟随一路 来到了平原水库 那辆黑色轿车 已经先一步停在水库边上 打开车门 将昏迷的韩鹏 从车内拖下来 准备将它丢进水库里面溺死 可警察还在赶来的路上 他们就已经决定 要弄死韩鹏了 怎么办 必须得想办法阻止他们 顾不上多想 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 立马跳出来 拿着手机拍照 你们都别乱动 我已经拍下你们的照片了 我大喊一声 没敢说 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 生怕他们狗急跳墙 直接将韩鹏丢进水库 听到我这一声大喊 那几人纷纷回头 明显吃了一惊 警管隔的距离比较远 这里又没有灯光 我看不太清他们的脸 但我知道 他们肯定有些惊慌 没想到 我会偷偷跟过来 被发现了 弄死他 那几人将韩鹏丢在水库边 纷纷冲着我追过来 出租车司机早就开车走了 我只能拼命往前跑 不停地祈祷 警察叔叔赶紧过来啊 要不然 今晚我也要跟着韩鹏 一起被丢进水库 做一堆难兄难弟了 就在那几人 快要追上我的时候 前方传来警笛声 闪烁的警灯 不仅照亮了夜空 也照进了我的心里 那是希望之光啊 得救了 果然 那几人看到警车驶来 没有半点犹豫 立马掉头 快速上车逃离 也顾不上将韩鹏丢进水库里面 慌不择路地逃离现场 等警车赶到水库边时 那辆黑色轿车 已经消失在夜色下 而我方才匆忙之下拍的照片 因为天色太黑 照片非常模糊 只能看清楚几个身影 都分辨不出是谁 也没有多大参考价值 但我提供的车牌号 还是有点用处 尽管发现 那是一辆套牌车 但因为出警急时 对方今晚也逃不出本事范围 我并不关心这个 只要成功救下韩鹏就行 这一刻 我流出了眼泪 喜极而泣 虽说冒了巨大风险 但我现在非常欣慰 因为值得 这个死局 也成功被我破了 接下来 就是笑花女神灵溪了 今晚我能成功救下韩鹏 我相信 也一定能保住灵血 不被笑霸张帅欺辱 导致他选择跳楼轻生 韩鹏被送去医院 没什么大碍 性命无忧 而我回到家里 自然免不了一番责问 好在我提前想好了说辞 虽然有点牵强 但总算是过去了 老爸也没多追究 只是叮嘱我马上要高考了 不要分散精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距离高考 也只剩最后一个月 路遥那个白莲花 自从上次误以为我高谜之后 基本上没搭理过我 尽管父母将他看得很紧 但依旧死性不改 一有时间 就跟笑把出去鬼混 我也懒得搭理 他喜欢张帅 除了对方确实长得比较帅气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 张帅家里挺有钱 父母是做建材生意 正好赶上这几年房地产火爆 跟着发了笔财 家里有个几百万 不像我这样 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 穷鬼一个 前世的我也偶尔羡慕过张帅 暗自生闷气 不如他又帅家里又有钱 不能拼爹 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身命运 所以在学习上 我并没有因为感情不顺 而落下功课 那时候就是憋着一股劲 将来比比看 谁会更有钱 我当时的心思很单纯 以为考上好大学 将来有本事挣大钱了 路遥便能回到我身边 后来我也确实做到了 凭借敏锐的眼光 还在读大学时 就小赚了一笔 毕业后经过两年努力 便创业成功 拥有了过亿身价 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不能不承认 这里面有一定的运气加成 反观张帅他们家就不行了 因为五年之后 房地产业直接暴了 他父母还大量囤积建材呢 结果全赔了 也是因为这个 那对狗男女才盯上了我 谋夺我的财产 我现在才不会告诉路遥 未来张帅他们家 赔了个底朝天 让他现在继续享受美好生活吧 我为他们制定的复仇计划 还没真正开始实施呢 不着急 时间还很长 慢慢来 现在先全力备战高考 这可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关键一步 所有高考学子 也都在这一个月内 完命备战 而我在积极备战高考的时候 也格外关注灵溪 因为前世 就是在临近高考这个月 他出世了 这一次 我必须要跟上次阻止韩鹏发生悲剧那样 也将他成功就上岸 未来 我要让他当老婆 白莲花路遥 我已经为他和他的校爸男友 准备好了最佳去除 高三是整个高中时期 最苦最累的一年 人生命运的改变 就看高考这一次 万人过独木桥 通过了便会迎来崭新的天地 我同样也不例外 哪怕是学霸 也不能掉以轻心 6月5号 这是我在日历本上 特别用红笔圈起来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的晚上 对灵溪来说 是人生中最屈辱的一天 他遭到了校霸张帅的欺辱 也是在这一天晚上 他选择了从教学楼上一跃而下 头先着电 当场死亡 全校都惊动了 也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 毕竟传扬出去 对学校影响不好 而且临近高考 尽可能将事态给压下去 避免扩大化 最终给出的结论 灵溪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 自身承受不住 选择了轻生 学校积极做出赔偿 也就没再继续追查下去 不了了之 校霸张帅 依旧继续逍遥法外 没人知道是他干的 即便有人知道 也没人敢捅出去 今天便是6月5号 我早上出门去学校的时候 心情格外紧张 前世我不知道 灵溪为何会在今晚跳楼 但现在我知道了事情的起因 就因为今天中午在食堂 灵溪打饭的时候 不小心撞了白莲花路遥一下 那个白莲花便开始不依不饶 非要让灵溪给她道歉 还因为嫉妒灵溪的美貌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灵溪自然听不下去 便回对了她几句 就是那几句话 惹毛了白莲花 闹得不花而散 原本这件事谁也没有太在意 但晚上就出事了 我心里很清楚 想要阻止这场悲剧发生 并不是选择在今晚动手 制止校霸对灵溪用墙 最佳解决方案 就是今天中午打饭时 避免让灵溪跟白莲花路遥 发生冲突 打定主意后 我便暗中积极准备 等上午最后一节数学课结束后 我立马第一个飞速冲出教室 那速度堪比刘翔跨栏了 数学老师都还没走出教室呢 我就已经冲到他前面去了 先一步跑出教室 尽管我没回头去看 但我猜想 数学老师和同学们 肯定都傻眼了 平日里 我这个吃饭不积极 每次都慢慢悠悠走到最后的人 今天居然一反常态 变得这么积极了 连老师都给甩在身后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数学老师对我的印象 管不了那么多 我必须得先一步找到灵溪 跟在他身边护着他点才行 当我来到食堂门口时 还没有一个同学过来呢 哈哈 今天居然被我 抢了的第一 也是怪可笑的 其他同学陆续来到食堂门口 都跟看傻子一样 从我面前走过去时 还瞄我眼 不用问我 都能猜到他们的心思 早早来到食堂门口站岗 也不进去吃饭 学习学傻了吧 哟 这不是王征吗 站在这里等谁呢 可别说等我哈 我可没心思搭理你 更别想让我陪着你一起吃饭 还没等来灵溪 却先看到路遥 一脸嘲讽地笑 自作多情 还觉得我稀罕你这个白莲花呢 呸 垃圾 就特么傻比一个 张帅跟在路遥身边 发出轻蔑嘲讽 别这么说人家 王征可是学霸 你可比不上人家学习好 路遥轻笑一声 随即又画风一转 不过呢 张帅 要是不好好学习 只能回家继承百万家产 而王征你呢 就算考上好的大学 将来也是给人打工 卖苦力的货 这马屁拍的张帅 都快给他拍成张爽了 满脸轻狂得意镜头 哈哈 说得太对了 所以说 投胎是一门技术活 什么学霸 在我面前 统统都要变王八 这话形容王征 简直太贴切了 你喜欢的青梅 都被我玩腻了 你就试个活脱脱的王八 哈哈 讨厌了你 说什么呢 路遥嘴上说着不情愿 身体可是很诚实 移得劲地往张帅身上靠 这要不是在学校内 有所收敛的话 估计两人能现场啃在一起 不就为了刺激一下我吗 呵呵 纯属两个傻圈 还十分幼稚可笑 我压根懒得搭理他们 让这对狗男女 尽情的狗叫唤吧 七年之后 谁是王者 谁是王八 咱们再见分校 好一会儿 才看到灵溪过来 我立马快速迎上去 笑着跟她打招呼 灵溪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正好有个问题 想跟你探讨一下 看到我站在食堂门口 特意等她过来 灵溪看上去非常开心激动 好啊 那咱们一起进食堂 远远的就看到你站在这里 我还纳闷 你在等谁呢 除了你值得让我等待 谁还有这种资格 我冲着她玩耳一笑 她立马脸颊泛红 一副羞涩难当的神态 就那么低着头笑 也不回话 我当然懂她的小心思 只不过还没到真正戳破 那层窗户纸的时候 高中时期禁止谈恋爱 这可是有明文规定的 灵溪是标准的三好学生 向来遵守校规 哪怕她心里喜欢 也从不会主动开口说出来 更别说牵手之类的事情了 我跟她并肩走进食堂 中间隔着一道空隙 既不会靠得太近 也不会离得较远 尽管如此 我俩走在一起 还是引来不少人侧目关注 我能明显感受到 那些目光之中 夹杂了很多羡慕极度恨 嗯 就让她们羡慕极度恨去吧 将来我就是要跟灵溪 来一场从校服到婚服的华丽蜕变 在我贴心的保护下 避开了灵溪打饭 跟陆瑶相撞 我俩安静地坐在那里吃饭 我也稍微松了口气 只要不跟陆瑶发生正面冲突 这一场悲剧便算是顺利化解了 然而 让我没想到的是 可恶的白莲花 居然主动凑过来找事 可以啊 王峥 一边给我当舔狗 还暗中勾搭笑花 没看出来啊 你还偷偷猥琐发育 长本事了 陆瑶一脸嘲讽地走过来 不管你的事 还是管好 你自己吧 我没好气地回怼 真不想搭理这个白莲花 甚至多看她一眼 我都觉得脏了眼睛 影响食欲 哼 在灵溪面前 你还跟我硬气起来了 不是以前给我当舔狗的时候 见了我就摇尾巴 陆瑶故意在灵溪面前点滴我 她的用意很明显 就是想让我在灵溪面前难堪 也是因为极度灵溪比她长得好看 借机羞辱灵溪一下 满足她的虚荣心和恶趣味 我早已经看透了这个白莲花 哪怕一直拿我当备胎看待 压根就没喜欢过我 也绝不允许别的女人靠近我 尤其是灵溪这样的笑花女神 更让她情绪不满 自私地认为我就是她的私有品 她就算将我丢进垃圾桶 也不允许别的女人将我捡起来带走 路遥 你别这么说王正 好歹不说 你俩也是青梅竹马 干嘛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灵溪听不下去 出声为我打抱不平 说实话 我心里挺感激灵溪 但也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悄然涌上我心头 灵溪你可真有意思 我说王正 爱着你什么事了 你是她女朋友吗 呵呵 她只是我身边的一条田狗而已 你真想跟她在一起 也不过是和我倒掉的洗脚水 路遥满脸嘲讽 狠狠羞辱灵溪 灵溪此刻面色战红 既羞脑又气愤 路遥的话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莫大的屈辱 我紧张坏了 生怕她俩争吵起来 引发严重后果 只能抢先一步 冲着路遥发出冷贺 路遥你够了 我跟灵溪只是普通同学关系 你别肆意污蔑她的清白 更别用你狭隘的思想 揣测我们之间的同学情谊 听到我这番话 灵溪明显眼神一阵变化 在修脑气氛的神色中 又多增加了一丝落寞 她的神色变化 全都被我看在眼里 虽然我不知道 她此刻的内心想法 但我很清楚 她在听到我说出 普通同学关系的时候 一定很伤心 错误地以为 我对她压根 没有感情方面的想法 一直都拿她 当个普通同学看待 我很想亲口告诉她真相 但当着白莲花的面 我不能说出来 免得直接激怒路遥 对灵溪做出伤害的事情 那个自私狭隘的白莲花 她是真能干得出来 王峥 你就这么维护她是吗 是不是我说的话 对你不好使了 路遥气鼓鼓地看着我 非要我给个答复不可 就在这时 张帅走了过来 亲爱的 这条狗又惹你不高兴吗 要不要我再找人收拾它一顿 说着 张帅便直接伸手 搂住路遥的腰 丝毫不避讳其他同学的目光 而我明显察觉到 张帅暗中挟视灵溪 那眼神中 分明透露出阴邪之意 这货肯定在打灵溪的主意 我敢百分百肯定 倘若灵溪点个头 表示自己愿意做她女朋友 张帅能立马一脚将路遥踢开 直接搂着灵溪走人 因为灵溪是公认的笑花女神 可不是路遥这种斑花能比拟的 哼 我现在很生气 必须让灵溪给我道歉 路遥掐着腰 发出冷哼 灵溪都梦了 不知道她为何要这么针对自己 我暗自着急 白莲花纯属故意找事 以为我刚才就是在维护灵溪 跟她作对 这才将矛头对准灵溪 这剧情 貌似又要不可控了 正在朝着前世那场悲剧发展 我必须得阻止这一切 哪怕此刻让我受点屈辱 也无所谓 只要能保住灵溪的安全就行 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报仇的日子 还在后面呢 路遥 你别误会我跟灵溪的关系 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对你的心意 难道你还不清楚 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了吗 听我这么说 路遥立马露出满意的笑 这么说 你还是愿意给我当舔狗了 你妈 我瞬间就暗中攥紧了拳头 很想给她来一拳 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 灵溪还在看着我呢 我极力平复心绪 为了能确保灵溪今晚的安全 不出意外 男子汉大丈夫 为了心爱的女人 受点委屈 又算得了什么 嗯 我回答得很小声 声怕让人听到 希望这个答复 能让路遥心满意足 就此放过灵溪 你说什么 大点声 我没听到 路遥故意侧身过来 一脸嘲讽玩味笑意 她就是故意 让我当众出丑 既然愿意当舔狗 那就勇敢点大声说出来 别娘们唧唧的 张帅双手抱胸 冲着我耻笑 够了你们 灵溪愤怒地一拍桌子 站起身来 一而再地逼迫王征 不停地羞辱她 路遥 你觉得这样很有趣吗 不过是让同学们 更加看清 你丑陋的嘴脸 还有你王征 能不能拿出一点 男人该有的骨气 她都这么羞辱你了 你居然还愿意 我真是看错你了 说完 灵溪一把推开路遥 大步朝着食堂门口走去 该死的灵溪 她不仅骂我 还用力推我 路遥气急败坏 张帅附在她耳边 小声说 今晚我给你出气 咱们将她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楚 但我已经知道了结果 该来的 终究还是要再次发生 我努力地 去避免这一幕降临 但还是没能躲避过去 更让灵溪对我产生 深深的误解 以为我真心愿意 给路遥当舔狗 我之所以忍受这种羞辱 完全是属于保护她 唉 我只能继续想办法 今晚杜绝悲剧发生 绝对不能让校拔张帅 欺辱了灵溪 下午是自习课 老师基本上也不管了 让同学们自由休息 只要别在课堂上打闹就行 马上就要来到高考的日子 现在主要任务 不是抓紧复习 而是适当减压 让同学们放松身心 准备迎接高考 明后天就要放假 回家休息两天 迎接6月7号和8号的高考 终于熬到下课放学 我又是第一时间跑出教室 去找灵溪 我在9班 她在6班 隔得不算太远 可灵溪不愿意见我 她班上好几名男生 将我堵在教室门口 恶狠狠地警告我 灵溪就坐在那里 头也不抬 不多看我一眼 我心里很清楚 她这是因为中午吃饭时 我在白莲花面前的表现 让她伤心欲绝 对我彻底失望了 没办法 我只能无奈地离开6班教室门口 再不走 她班上那几名男生 真会动手打我 管我是不是学霸 敢跟他们爱慕的校花女神 走得那么近 就是找揍 灵溪误解了我 让我心里很难受 但留给我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 我也没心思考虑这个 先想办法救下她才行 虽然我离开了6班教室门口 但并未走远 一直都躲在暗处观察 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离开学校 唯独没看到灵溪离开 她就一个人待在教室里面 我赶紧趁机走进她的教室 跟她打招呼 灵溪 你还不回家吗 灵溪看到我 立马扭头看向一边 你来干什么 我找你有点事 很重要的事情 我刚想开口告诉她 但被她抬手冷漠打断 别说了 我不想听 不听 你今晚会死 我急眼了 直接大喊出来 然而 她却笑了 只是笑得十分清朗 我就算是死 也跟你没关系吧 咱们不过是普通同学而已 你管得太多了 说完 直接推开我 一个人走出教室 我赶紧跟上 正要开口跟她说今晚的事情 还不等我开口 她便回身冷冰冰地看我 别再跟着我 王正 你的表现 让我很失望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说完 她快速跑开 头也不回 虽然我看不到她的脸 但我能感受到 她在跑开的那一瞬间 眼泪也跟着滚落出来 她对我是真的很失望 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一点都不怪她 就中午在食堂的表现而言 任凭谁看了 都会以为我是个耸祸 只知道给陆瑶当舔狗 人家压根没拿我当回事 真丢男人的脸 哎 怎么办 我一脸急迫 不知道灵溪去了哪里 但我知道 今晚她一定会在学校 而且我敢断定 她就是在教学楼顶上 被张帅那个人扎给侵犯的 真要是在外面遭受侵犯 她没理由专程跑到学校的 教学楼上轻生 受辱后寻死 还要专门选地方吗 没听说过 也不合逻辑 既然前世的悲剧注定要上演 那我今晚干脆就给她 来个守株待兔 光凭我一个人 肯定无法阻止住张帅 就我这小身板 挨她一拳 就得躺地上 爬不起来 倒是可以去找郭老师 或者告诉灵溪的班主任 请他们出面阻止张帅 但现在我跟他们没法讲清楚 即便告诉他们实情 估计他们都得当场翻白眼 以为我说胡话呢 真等到张帅对灵溪实施侵犯 学校老师都回家了 也无法及时赶来相救 即便最后能阻止住灵溪跳楼轻生 那她遭受的屈辱 将会伴随她一生 成为内心深处的一道伤疤 永远无法消除掉 我也不允许心爱的校花女神 被张帅那个畜生 玷污了清白 该找谁帮忙呢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好兄弟韩鹏 他能跟张帅打个平手 再加上我 哪怕不够强壮 也很有胜算 我赶紧跑到学校操场 将正在打篮球的韩鹏 强行拽出来 你干啥呢 我马上就要投三分了 你将我给拽出来 韩鹏满脸怨气 我没心思回话 直接跟他说了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不出意外 韩鹏当场瞪大双眼 就跟不认识我一样 你确定没发烧吧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是认真的 你是我兄弟 能跟你开这种无聊玩笑吗 我表情相当严肃 并用事实说话 忘了上次 我怎么将你从水库边救下来 就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提前有了防备 听我这么一说 韩鹏也不由得迟疑起来 很明显 他对我的话半信半疑的态度 好 我就按你说的去做 倘若今晚当真跟你说的一样 我就信你是重生穿越回来的 我暗中松了口气 真不愧是好兄弟 即便觉得我的话有些天方夜谭 但还是决定帮我 于是 我俩就蹲守在教学楼附近 这次换成我俩 一起躲猫猫了 很快天色变黑 被夜幕笼罩的校园 也寂静下来 只能听到不远处的小树林 传来知了叫声 六月份的天气有点闷热 我俩又躲在不透风的角落里 衣服湿了一片 王哲 马上就八点了 你到底有没有谱啊 韩鹏抓起T恤衫 擦拭额头滚落的汗珠 微微抱怨 等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见到灵溪和张帅的身影 他有点不耐烦 也很正常 毕竟我先前说的话 听上去就很玄乎 再等等 别着急 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只能轻声安慰 我真服了你 今晚要是没人出现 明天我说啥也得带着你去看医生 严重怀疑你精神出现了错乱 韩鹏没好气地说道 我没搭理他 双眼一直紧盯着外面 大约又过去了半个来小时 快接近九点的时候 有动静了 韩鹏 韩鹏 你快看 我擦 还真让你说着了 王真 你神来啊 不远处 灵溪朝着这边走来 只有他一个人 但我相信 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过来 笑吧张帅 一定会出现 我不着急现身 等张帅自己冒出来 准备对灵溪动手的时候 再跟韩鹏冲过去 揍他压的 嗯 借用这个机会 先给自己出口恶气 那或就算今晚被我俩给揍了 也绝对不敢声张 真要是传出去 对他也没有半点好处 灵溪穿着校服 跟前世轻生时一样 也是这一身打扮 我不知道 他放学后去了什么地方 为何这么晚了 又返回学校 还是说 他一直都躲在某个地方赶伤 并没有离开过 就在我思索之时 张帅终于出现了 还是突然从灵溪背后窜出来 上去就用手捂住灵溪的嘴 不让他发出声响 韩蓬 动手 我急忙喊话 韩蓬也相当给力 我话音刚落 他立马就窜了出去 张帅明显愣了一下 立马松开灵溪 转身就要跑 还想跑 揍死你压的 韩蓬追上张帅 就给了他一拳 而我则快速来到灵溪身边 看着惊魂未定的他 只能安慰 灵溪别怕 有我呢 不知道是突然受到惊吓导致 还是看到我 出现在他身边 获得了安全感 他直接一把抱住我 趴在我怀里哭泣 我浑身一阵僵硬 这一幕 也同样让我始料未及 但也顾不上多想 只能不停地安慰他 等他情绪稍微稳定后 我便快速冲过去 跟韩蓬 一起动手抱打张帅 两个打一个 明显是我们站上风 张帅不敌 被我俩按在地上 狠狠抱走一顿 直到白莲花路遥赶来 我和韩蓬这才停手 白莲花上来 冲着我大声叫骂 我懒得搭脸 今晚心情格外舒畅 不仅成功救下灵溪 还趁此机会 狠狠揍了笑把张帅一顿 高中三年 被他欺压了三年 没想到即将毕业的前一晚 堂堂笑把 给我给揍了 也算为高中时代 画上一个 还算不错的句号吧 随后 我和韩蓬送灵溪回家 不出意外 他果然询问我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那里 我没有隐瞒 但也没说明真相 只告诉他 担心他的安危 一直都没走 紧跟着 我也问了他 为何这么晚来学校 原来他还真找了个地方 偷偷伤感 并没有离开学校 方才是突然想起 有东西落在教室了 准备拿上东西 就离开回家 我虽然不知道前世 他是怎么回到学校 被张帅给侵犯的 但绝对不是现在这种情况 因为我出面干预 导致剧情出现了变化 跟前世有所差别 也不必再多费脑筋 去考虑这个问题 总之这一事 灵溪没出意外 就是天大的喜事 灵溪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 今天中午在食堂的事情 我特意跟灵溪做出了解释 按照他能理解的方式 大致说了一下 听完我的解释 灵溪瞪大双眼 露出羞愧神情 对不起王征 我错怪了你 又跟我道歉 他怎么老是 这么喜欢承认错误啊 有些女生在真爱面前 会显得比较卑微 说的就是灵溪这样的 也是值得 让男人宠爱的女人 我不想再等了 决定捅破那层窗户纸 反正现在已经算是高中毕业了 灵溪 我喜欢你 咱俩报考同一所学校吧 将来大学毕业后 我想娶你当新娘 你愿意吗 我眼神充满期待地看着她 等着她的答复 她只是羞答答地点头 没有回话 但那神态 已经给出了肯定答复 我笑了 开心地笑了 截止现在 我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 好兄弟韩鹏 上一世错失的好女孩灵溪 都在我不懈努力下 成功救下了她们 那么接下来 也该开始我的复仇计划了 露瑶你这个白莲花 跟你的校爸男友 都准备去死吧 这一世 我会让你们彻底痛不欲生 要你们加倍偿还 高考如期而至 虽不敢说我每门功课都拿满分 但总成绩绝对不会低于700分 应该在730以上 考上清北完全没问题 我相信对灵溪来说 也肯定没压力 成绩出来的那天 还是给了我一点小惊喜 总成绩736分 在我的预期范围之内 没出现太大偏差 但比我前世的高考成绩 多出来了9分 这很正常 毕竟前世考过一次 同样的高考试题 倘若这段时间 我要是不分心关注 韩鹏和灵溪 全力以赴备战的话 我敢说 能考到740分以上 接近750满分成绩 灵溪的成绩也出来了 724分 虽说也很不错 但灵溪明显有点不高兴 以前模拟考的时候 跟我也就差个几分而已 没想到这次高考成绩出来 比我差了十几分 我只能笑而不语 还不到告诉他真相的时候 因为 他前世没来得及参加高考 这个成绩属于他真实水平 而我这个成绩嘛 就稍微有点水分了 我俩顺利考进清北 只是不在一个系 但也能天天见面 感情一直很好 在清北校园 我俩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牵手了 不需要刻意避讳 在大一上学期即将结束时 跨年夜上 我俩情不自禁地抱在一起 而我也顺利夺走了他的初吻 至于我的好兄弟韩鹏 他高考落榜了 在我的建议下 让他来京城发展 在地下室租了一间房 我有自己的打算 带着好兄弟一起飞黄腾达 花了一周时间 我将前世自己拍过的有句段子 全都整理出来 带着韩鹏一起拍摄短视频 存储在U盘上 韩鹏不知道我这是在干什么 但他已经接受了我重生回来的事实 听到我说 未来几年后 我能让他变成知名的网红明星 身价过异 他当时就两眼冒绿光 内心充满了期待 尽管他对我的话 多少也有点怀疑成分 我也没过多解释 对他说过的话 就是我对他的沉默 因为我知道 未来几年 将要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今年还风平浪静 明年的互联网上 会出现神奇的产物 某鹰 某手 就要出现了 前世时 我是在大二那年才接触上 刚开始的时候 主打全民娱乐 还没有形成气候 大家都当成是新鲜玩意 谁也没想到 靠这个 能造就好几位身价过异的新型富豪 给了一次草根逆袭的机会 而我就是在那时候敏锐察觉到 这是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风口 必须得把握住机遇 于是 我也参与到了那场全民娱乐中来 利用闲暇时间 拍摄搞笑视频 陆续发布 等到大四的时候 已经累积了三百多万的粉丝 还在继续增加中 随后 便迎来了井喷市的爆发 直播带货兴起 而我凭借着前期积累的粉丝群体 成功站在了风口上 吃到了第一口肉 紧跟着我的粉丝群体过了千万 我随后成立了自己的直播公司 打造了好几位网红主播 短短两年时间 直接身价过亿 要不是早早地被那对狗男女设计害死 未来几年 我的身价还会暴涨更多 这一事 我不能等风口出现了 再去把握住 必须提早做准备 以必胜的姿态 去迎接风口到来 现在带着韩鹏拍摄的短视频 都是我前世用过的 经受过市场检验 唯一不同的是 男主角换成了韩鹏 我特意给这位好兄弟送的福利 不枉他前世 为我死过一次 也是他应得的福利回报 至于白莲花路遥 和他的孝霸男友 不出意外 肯定高考落榜 但目前来说 俩人活得逍遥快活着呢 不会为钱发愁 毕竟现在 房地产市场依旧十分火爆 还没到低迷的时候 但也快了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等房地产降温的前一年到来 开始施展我的复仇计划第一步 让孝霸他们家彻底衰落 比前世的处境 还要悲惨好几倍 只求家破 不要人亡 我要留着那对狗男女慢慢收拾 就在我前世躺在医院 寒寒死的那天 让他们彻底悲观绝望 如此复仇 才能让我解恨 而房地产降温的前一年 马上就要到了 我也该做好准备 坑死孝霸全家 转眼便到了大三 新型的娱乐方式 已经小有规模 热度持续中 因为我前期早有准备 提前一年 拍摄了大量搞笑有趣的段子 当风口来临的时候 我就比任何人都抢先了一步 靠着辆大广宝 短视频质量水平还高的优势 我先吃到了第一步红利 在大三这一年 粉丝数量就已经超越了800万 往千万数量上狂飙 比我前世这个时候 多出了好几百万呢 当我拍着寒风的肩膀告诉他 再有一两年 你就是最出名的直播带货王者 一年至少挣一个小目标 这还是网少了说时 不出意外 那或双眼瞪得跟牛眼一样大 一遍遍地询问我 真的吗 可别骗我 他不是在怀疑我 而是不敢相信听到的话 一年一个小目标 对当时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也很正常 我不需要特意跟他解释 往后看自会知晓 现在 我需要全力以赴 收拾笑霸他们家 先让他们彻底倾家荡产再说 今年是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一年 楼价都涨疯了 连四五县稍微好一点的小县城 好的地段都出现了一万多亿平的房价 很多人都盲目跟风 趁现在赶紧买房 要不然 明年得多花好多冤枉钱 跟前世一样 笑霸他们家 已经开始囤积建材了 自作聪明 准备留着明年建材价格暴涨的时候 狠狠赚一笔 殊不知 今年是最后的狂欢 过了年之后 房价蹭蹭地往下跌 结果导致很多烂尾楼出现 甚至不少交了定金的人 都拿不到房子 只能看着一片烂尾楼 满脸惆怅 我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 再给笑霸他们家 狠狠补一刀 不是我心狠 非要殃及笑霸的家人 而是前世 明年房价大跌 他们家血亏的时候 我爸给他家干活 欠着工钱不给 我爸几次上门去要 还被笑霸给打了出来 住了几天院 那个可恶的白莲花路遥 非但不阻止 还乐得在一旁看热闹 这一次我报复他们家 就等于是给前世的老爸报仇了 趁着放暑假的间隙 我回家后直接告诉老爸 不要去笑霸家打工 靠着这段时间我赚的钱 给父母做点小买卖 有了这笔钱 我爸自然不会去笑霸家打工 我也放心了 当晚 我特意去了霸遥家里 找到露遥跟他商议 共同发财的项目 露遥 我从外面筹集了五十万 你跟张帅说说 算我入股 咱们共同投资练钢厂 来年狠狠赚一笔大钱 我故意装出满脸兴奋的样子 看着露遥充满期待 啊 区区五十万就想入股 王征 我还以为考上清北后 你能有多大本事呢 当年张帅果然没说错 投胎是一门技术活 你就算再努力 在张帅面前 也是学霸变王霸 不出意外 我遭到了白莲花的嘲讽羞辱 那眼神都快要飘到天上去 他现在看不起我 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今年房地产业一场火爆 张帅他们家快要赚疯了 现在就已经开始大量囤积建材 等着明年很赚一笔呢 倘若明年不暴冷 还真能让他们赌对了 拥有上千万的身价 露遥压根看不到明年的情况 现在还沉浸在美梦之中 等明年摇身一变 成为千万身价的父太太 嗯 原本那对狗男女 打算明年订婚来着 前时我暑假回家 这个白莲花 还特意跑到我面前炫耀 说明年订婚的事情 没少嘲讽我 露遥 看在咱们青梅竹马的份上 就代代我吧 明年房地产 还会节节攀升 所需要的建材 肯定得涨疯了 利润至少翻三倍不止 我出的钱是不多 你们吃肉 让我跟着喝口汤也行啊 然而 面对我的苦苦哀求 露遥就可着劲挖苦我 丝毫不留情面 我只能失落地离开 但走出他家门口时 我笑了 以我对白莲花的了解 他那贪得无厌的性子 肯定第一时间 找张帅说这件事 投资钢厂 就是我给他们变相提供的信息 也是给他们挖的陷阱 因为明年那家钢厂 就宣布破产倒闭 同样血亏 张帅他们 必定会从银行贷款 想办法去入股那家钢厂 这点把握 我还是有的 在家待了小半个月 果然从我父母口中得知 孝爸他们家 成功入股了那家钢厂 饭桌上 当老爸老妈都在感叹人的命 羡慕孝爸一家人的时候 我却偷偷地笑 别看他们 现在有多风光无限 明年他们 连哭都找不到地方 在他们所流的血泪中 多了我补的一刀 让他们亏到惨不忍睹 等着银行天天上门催债 彻底变成老赖吧 还不上钱 孝爸的父亲 肯定得去吃点劳饭 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明年我就等着看热闹好了 那面目可憎的白莲花 我看他在我面前 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大四这年 直播带货已经开始兴起 而我靠着前期充分准备 成功接住了 这波波天富贵 上一世这个时候 我毕业时 已经拥有百万身价 而今 我成功翻了十倍 身价直接过千万了 还在持续增加中 同时 我也基本兑现了 对韩鹏的承诺 将他捧成了 超级带货网红主播 很快 我便列了一张名单 亲手交给韩鹏 让他尽快找到这几个人 成立直播公司 着力培养他们 韩鹏一脸迷茫地看着我 不知道我为何要寻找这几人 但时至今日 他从不怀疑我的话 让他干什么 就立即去做 对我那是从头到脚的福气 他不知道 那几人就是前世 我公司手下的得力干将 还是我大学毕业后 陆陆续续招路进来的 他们的带货能力 早就得到验证 现在没必要等到那时候 还是抢先一步的原则 永远快人一步 便可持续 接住颇天富贵 而仅比前世赚的钱翻了十倍 并不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真正让我开心快乐的 还是笑巴他们家 父亲前两天给我打来电话 聊起过这件事 又在电话里感叹人生世事无常 去年还嘚瑟得要命 今年哭惨了 笑巴他老爹还不上钱 都被带进去吃牢饭了 面对天天上门催债的人 他老妈整日精神恍惚 住进了精神病院 笑巴带着白莲花 东藏西朵 惶惶不可终日 我高兴坏了 活该啊 第一步报复计划 圆满完成 接下来我就等着白莲花 主动上门找我 哭着喊着求复合 真正实施我的复仇大计 那一天就快要来临了 大学毕业后 身为我女友的灵溪 不必出去找工作 直接在我的公司担任副总 随着一天天过去 我却迟迟没有 向他求婚的意思 他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我不主动开口 他也没主动问我 何时向他求婚 我知道他心里很想问 只是碍于情面 不好意思说 跟当初一样 他还是那么害羞 公司业绩蒸蒸日上 发展比我预想的还要好 前世主要靠我自己孤军奋斗 起步非常艰难 而今 身边有灵溪帮我打理公司 还有好兄弟韩鹏 卖力的直播带货 我整个人轻松了太多 甚至可以说 一切都进行得太顺利了 完全没有前世那种 创业阶段的压力感 这一次 我又在日历上标注了一个日期 8月9号 因为就在这一天 白莲花路遥过来 找我了 随着那天不断临近 我是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 我的复仇大计 终于就要开始了 让前世害我惨死 谋夺我财产的狗男女 付出代价 可我又有点紧张 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位漂亮贤熟 一直都在等着我向他求婚的女友 我的复仇计划中 没有他的参与 只针对可恨的白莲花 这一事 我还是会选择接纳他 唯一的区别 这次我是在利用他 不是因为心软同情他的遭遇 但我必须得考虑到灵溪的感受 在8月8号的晚上 我准备了烛光晚餐 灵溪无比激动 以为我要向他求婚了 双眼看着我充满了期待 他在等我掏出戒指 然而 我只是想跟他坦白真相 让他明白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以及我接下来要展开的复仇大计 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免得到时候再次引发误会 不出意外 听到我这些话 灵溪直接瞪大了双眼 跟当初的韩鹏一样 半信半疑的神色看着我 灵溪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 包括那次在高中校园 将你从张帅手里救下来 就是因为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 你要是还有所怀疑的话 不妨验证一下我的说法 明天上午大约十点来中 陆瑶会过来找我 哭着跟我求复合 我郑重地看着灵溪 为了能让她相信我的话 我甚至将陆瑶明天要说什么 都大致讲给她听 只要她明天在现场 便会验证我的说辞 相信我说的一切 灵溪没有回话 只是点了点头 我知道 她在等明天到来 验证我的话 是否真是这样 第二天上午 我跟前世一样 坐在办公室里面 只是现在我身边多了灵溪 她不停地看时间 神色复杂 我能猜到她的心思 不希望陆瑶出现 倒不是为了 以此来反驳我 她只是不想在我俩的感情中 在掺杂上许久没有联系的陆瑶 但该来的 终究会出现 十点十分的时候 女秘书推门走进来 王总 外面有一位陆瑶小姐 自称跟您是青梅竹马 想要见您 我立马扭头看向灵溪 没有炫耀 被我说对了的意思 只是想让她明白 我对她没有撒谎 也希望她能理解我的做法 灵溪 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她也第一时间看向了我 心绪异常复杂 虽然她没有开口说话 但我很清楚 她此刻内心天人交织 倘若选择 帮我完成复仇大计 那她就要消失一段时间 不能跟我见面 还要看着 我跟陆瑶出双入队 相当于将心爱的男人 拱手让给了白莲花陆瑶 哪怕知道是假的 她肯定不情愿 内心也不舒服 但要是不同意我这样做 她肯定会心存愧疚 因为 她本性太善良了 对我也是无微不至的关爱 秘书站在门口等我回话 而我看着灵溪 等她做出答复 呼 过了约莫半分钟 灵溪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需要多久 听到这话 我立马明白了 她没有反对我 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支持我 其实 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知道她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她太在意我的感受了 最快一个月 最多半年 我给出肯定答复 前世 那对狗男女谋害我的时候 从现在开始计算 正好是半年时间 而我现在不想等那么久 更不想让深爱我的灵溪 苦苦煎熬半年 我已经决定了 逼着那对狗男女 早点对我下手 最快就是一个月时间解决掉他们 听到我给出的答复 灵溪点了点头 好 那我就给你复仇机会 为你守候半年 我站起身来 给了她一个紧紧的拥抱 灵溪 我知道这么久了 你一直都在等我的求婚 思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 选择在今日向你求婚 等我报了大仇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从口袋里 掏出早就为她准备好的求婚戒指 我饱含深情地看着她 灵溪先是一惊 紧跟着娇俏的小手 快速捂住嘴 眼中浮现一层水雾 我知道这一刻 她等了太长时间 尤其是在这种情形下 她不免情绪有点激动 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刻 拿出戒指向她求婚 就是在向她做出保证 对于门外 等着见我的白莲花路遥 我压根没将她放在心上 只为复仇 也相信灵溪独懂了我的用意 她眼中含着泪 喜极而泣 用略带撒娇的口吻 求婚可没有站着的 我笑了一下 立马瞄懂她的意思 当即单膝跪地 高高举起手中钻戒 灵溪也十分配合地 把右手伸出 递到我面前 我没有迟疑 直接将钻戒 给她戴在右手无名指上 错了 错了 你应该给我戴在中指上 结婚的时候 才能给我戴在无名指 灵溪立马摇头 给我纠正 我岂能不知 就是特意这样做 灵溪 在高三那年 你突然来找我解题的时候 我便已经将你 当成我未来的新娘了 而静 虽然我们 还没有领证结婚 但在我心中 已然是我的老婆 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很认真的看着她 让她知道 她对我有多重要 更是对她义无反顾 支持我复仇 表达感激之情 灵溪眼中含着泪 脸上却洋溢着舒心的笑 抬手擦拭流出来的泪水 那我就先出去了 你按照自己的计划 开展吧 不必为我担心 你的心意 我永远都懂的 说着 特意晃了晃 右手无名纸上的钻戒 冲我柔情一笑 转身走出办公室 我也露出舒心的笑 同样 她的心意 我也永远都懂 她之所以选择离开不见陆瑶 那是对我绝对信任 让陆瑶来办公室吧 我缓和了心绪 坐在办公桌后面 等着那个白莲花过来 王征 王征 呜呜 陆瑶一进办公室 便哭得离花带雨 满腹伤感的模样 前世 我看到她这副模样 当场就愣住了 好一阵 心疼她 这是怎么了 此刻 我很想笑 但又不能真笑出来 陆瑶 你这是怎么了 我假装不知情 非常吃惊的样子 王征 张帅她不是人 我当年真是瞎了狗眼 看错了她 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过来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好 不管你信不信 我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当年都是我年轻不懂事 也怪我太任性 陆瑶一边哭 一边委屈地跟我描述 张帅对她怎么不好 如何对她使用家庭暴力 这些年 她无时无刻 不再想念我 我都快听笑了 差点就没憋住 真想抽她一巴掌 指着她的鼻子骂一句 你压的 当年那就是犯贱 活该 但我还是忍住了 没有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为了复仇 我都已经等了七年 不差这最后一丢丢时间 王峥 我现在已经真正明白过来 其实你才是我心中的最爱 当年我不过是 迷恋张帅那帅气的外表而已 后来时间长了 也就那样了 每天晚上 我做梦都是梦见跟你在一起 我才恍然明白 原来我一直都是爱你的 只是自己当时没有发现 陆瑶还在那里尽情地演说 生情并茂 倘若我不是死过一次 彻底看透她白莲花的本性 还真不好怀疑 她在故意跟我演戏 有这个天赋 当年高中时期 你稍微努努力 考上电影学院 也比现在强多了 我莫名想笑 物字想起那句老话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古人成不起我呀 王峥 我们复合吧 毕竟 咱们自小青梅竹马 有感情基础 我相信 你心里肯定也一直记挂着我 倘若你恨我的话 就不会答应见我了 王峥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发誓 一定会好好补偿你 请你相信我 陆瑶终于说出了 求复合的话 也是她这次前来的真正用意 而我在听到这番话后 又是差一点没忍住 对她动手 发誓好好补偿我 就是让我出车祸 意外惨死 跟你的笑爸男友坐享其成 说得真好听啊 我此刻也想给自己来一巴掌 前世怎么就信以为真了呢 耳根子一软 就原谅了她 还将她风风光光地取进家门 怪不得在当年的婚礼上 她笑得那么灿烂 因为她知道 奸计得逞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要去找阎王爷报道 她就能以我妻子的名义 合法占有属于我的一切财产 王峥 你别不说话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陆瑶充满了哀求 还略带娇妹的眼神看我 好 我点头答应了 她立马破涕而笑 看上去很开心 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为奸计得逞而感到开心 愉悦 这一刻 我也笑了 只是她不知道 我笑容背后隐藏的刀子 复仇计划也真正开始了 晚上 我带着她 回到租来的别墅 那是上午我安顿好她之后 特意让韩鹏 给我租来一套别墅居住 正是前世 我跟她居住过的婚房 我现在所居住的豪华别墅 是我在另外一个高档别墅小区买的房子 作为我跟灵溪结婚用的婚房 这种白莲花女人 不配住进属于我和灵溪的婚房中 玷污了婚房圣洁 路遥并不知情 还以为这就是我的别墅 她现在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了 用不了多久 这栋别墅的男主人 就该换成她的孝霸男友 而我就是要在前世的婚房中 完成这一世的复仇计划 跟她彻底做个了断 我虽然不想多看她一眼 但也不会表现出来 晚上 她特意穿着性感睡衣 跑进我的卧室 我知道她想干什么 用她那柔情甜蜜 将我攻陷 然后骗我跟她领证结婚 她成为我合法妻子 便可以在我死后 继承属于我的一切财产 路遥 我现在还不适应这种生活 还是暂时分房睡吧 我委婉拒绝了她 并将她赶出我的卧室 这种女人 我嫌脏 哪怕是白战的便宜 我也不屑收下 真要是跟她睡了 不只是脏了自己的身子 还间接成全了笑把张帅 这种蠢事 我可不干 也是对灵溪负责 不辜负她对我的信任 至于路遥做何敢想 我才懒得过问 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哪怕我现在抽她一巴掌 她都得笑着跟我说 喜欢这种暴力方式 没达到目的前 不管我怎么虐待她 她绝对不会自己走人 这一点 我看得很透彻 也不怕她多心 第二天早上 她试探性地询问我 王峥 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我去领证了 我现在别无他想 就是一门心思 想要嫁给你 做你的妻子 好好照顾你 别再恶心人了 你这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谋夺我的家产 好跟你笑罢男友 享受富裕生活 过几天再说吧 我现在很忙 抽不出时间 我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就是不给她好脸色看 逼着她背着我 偷偷跟张帅联系 商议对策 要是能尽快对我动手 那可就太好了 晚上下班回家 陆瑶特意为我精心 准备了晚餐 王峥 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 你快尝尝味道如何 陆瑶冲着我笑 一副贤妻良母的做派 恶心 我暗中鄙视 表面装出很不开心的样子 吃了一口 我就发火了 这是给人吃的饭吗 没见过你这么差劲的女人 我直接将一盘子菜 扣到她脸上 然后气鼓鼓地上楼 不怕她生气离开 我知道她不会走 方才我就是故意找茬发火 趁此机会 羞辱折磨她 高中时期怎么羞辱的我 现在我要一点点的讨还回来 让她明白 如今的我 她高攀不起 而今晚只是个开始 也是我制定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通过羞辱折磨她 保当初我所受的屈辱 也是她自找的 另一个 就是逼着她提早行动 对我下手 早点结束这样的生活 完成我复仇计划最终一步 从此之后 我每天都换着花样找茬发火 而她也正如我所料 对我的羞辱折磨逆来顺受 温顺的如同一只小绵羊 我没有半点负罪感 反而多出了一抹抱负的舒畅感 每次在我羞辱折磨她的时候 我心中都会发出一句冷笑 你当初不是很骄傲的吗 呵呵 白莲花你 也有今天 很明显 我的计划又一次成功了 在忍受了 我将近一个月的羞辱折磨后 她终于熬不住了 我在她睡觉的卧室里 早就安装好了隐秘监控 她的一举一动 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一晚 她又跟张帅通电话了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赶紧想办法弄死她吧 张帅就让她再忍忍 必须得将结婚证弄到手才行 否则 即便将我弄死了 他们也拿不走一分钱 我在隔壁卧室 看着她俩打电话 发出了冷笑 既然如此迫不及待想要我死 那我就主动成全你们 给你们创造这个机会 第二天早上 我一改常态 没有对她劈头盖言的打骂 路遥 这段时间 我因为公司的事情烦心 将火气都撒在你身上了 先给你道个歉 你放心好了 我会对你负责 听到我这话 路遥明显眼神中有了光 就好像苦日子 终于要熬到头了 王真 我没有怪你 也能理解你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去领结婚证 路遥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就好像真心想嫁给我一样 我心中冷笑 跟你领结婚证 那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为了复仇 选择暂时跟你在一起 也不可能真跟你弄个结婚证出来 还是那句话 我怕脏了自己的名字 你这个白莲花 不配跟我出现在结婚证上 那个位置 永远只属于灵溪 路遥 结婚证的事情 就先不要谈了 我现在也没那个时间筹备婚礼 当然了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没有名分 就没有安全感 我就给你这份安全感 我说着 便将昨晚准备好的协议书拿出来 递给了路遥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假如我出现任何意外 导致不幸离世 我的一切资产 全都归路遥继承 落款是我的名字 还有我暗的手印 路遥看完后 整个人立马变得兴奋起来 王正 你真是太好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对我是真爱 看着路遥那兴奋的样 我暗中发出冷笑 真爱 我只是在利用你们这对狗男女 为我提供复仇机会 你看着收拾家务吧 我去公司了 跟路遥招呼一声 我转身离开 随后 我给灵溪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 马上就能复仇结束了 将她这位真正的女主人迎接回来 自打路遥拿到那份协议书后 晚上再也不主动来我卧室了 我没有半点失落感 反而轻松了不少 省得天天晚上 去赶令人恶心的苍蝇 一个星期之后 好兄弟韩鹏 突然来到办公室找我 王正 你果然猜得一点不假 张帅那小子 偷偷给小李往手里塞了一张卡 小李就是我的司机 前世也是他制造了那起车祸 害得我惨死在医院 就在我将协议书交给路遥的当天 便暗中让韩鹏帮我盯着司机小李 我一猜就是 躲在暗处的张帅 跟他秘密勾结 现在得到了印证 老韩 按照我先前的交代去做 明白 保证妥妥的 韩鹏冲着我打了个OK手势 笑盈盈地转身离开 我已经谋划好了一切 就等那对狗男女 自己跳进陷阱里面 韩鹏按照我的指示 去了市立医院 暗中跟一位科室主任打好招呼 并提前安排好一间高档病房 放置针孔摄像头 能记录声音的那种 另外 还安排人控制住小李的家人 我不是要伤害小李的家人 只是想以此来控制住他 配合我演一出复仇大戏 同时 我也是 为自己的安全考虑 多一层安全保障 等一切部署妥当之后 我也准备开始实施复仇大计 路遥 明天我要出差 可能三天后回来 你想要什么礼物 我到时候给你带回来 晚上回家 我特意将这个消息 透露给路遥 好让他跟张帅 提前谋划灭杀我的计划 不用给我买礼物 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就行 路遥冲我笑着白手 我分明从他的眼神中 看到了死亡的笑意 跟前世的某个场景很像 只是 现在提前了好几个月 好 那我先去休息了 明天一早就出发 我跟路遥招呼一声 便转身上楼回卧室 没多久 我便监听到了 他跟张帅通电话 说明此事 没有任何意外 明天小李就会对我下手 制造车祸现场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也是前世 属于我的生死观 而今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 这个生死观 照样能轻易破解 跟那对狗男女 来个将计就计 顺利施展我的复仇大计 第二天一早 我提着行李箱出了门 司机小李开车 来别墅门口接我 送我去机场 去往机场的路上 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场景 前世的一幕幕 如同电影片段 不断地涌入我脑海 小李依旧不计不缓地开车 过了两个红绿灯 按照前世发生车祸的地方 就在前方那个路口 也就是说 马上小李就要 给我动手了 小李 到前面把车停一下 听到我发话 小李明显愣了一下 没想到我会在这里 突然提出停车 他只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坐 在前方靠边停车 王总 您身体不舒服吗 车子停稳后 小李回过头问我 身体不要紧 但我心里不舒服 我对着小李发出冷笑 看着小李没听懂的样子 我干脆直接摊牌 说了张帅的好处 打算在前方那个位置 猛然急停 撞到路边柱子上 让我当场摔死 是不是 听到我这话 小李明显惊呆了 他肯定在想 我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连他选择在哪动手 都一清二楚 我只是发出冷笑 并没有给出解释 他也不配知道 小李 你不必跟我装糊涂 所有的一切我都清楚 倘若不想让你的家人出事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在我的胁迫下 他没得选择 只能乖乖听从我的命连 我先一步下车 让小李开车继续前行 按照他设想的方案 去制造车祸现场 在前世当年那个地方 车子被撞烂了 小李也受了伤 不过有安全气囊保护 性命无忧 倘若我还跟前世那样 坐在车内 此刻必将再次被甩飞出去 头撞在路牙石上 大而今 我完好无损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我给韩蓬波打过去 只说了简短的六个字 按原计划行事 很快 我便来到医院 住进那个事先准备好的病房 换上病号符 躺在前世属于我的那张病床上 呼吸机 氧气罩 全都配置全活 我也装出一副奄奄一息 不久将要离开人世的样子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那对狗男女登场了 司机小李在我的要求下 给张帅打去了电话 同一时间 我也让韩蓬特意给路牙打电话 告知噩耗 通知他前来医院 没多久 路牙先一步赶到医院 跟前世一模一样的场景 唯一不同的是 他身上穿的衣服 因为提前了好几个月 季节不同 但剧情是完全一样的 我知道路牙要说什么 还会特意给我介绍老朋友认识 将他的笑把男友喊进来 在我面前开怀大笑 韩蓬和小李退出病房 在外面等着 路牙 我快不行了 我装出很虚弱的样子 跟前世的我说出了同样的话 但缺少了后半句 你要照顾好自己 王峥 为了让你死个瞑目 今天我跟你坦白一件事 那天我过来找你求复合 说的那些话 都是故意骗你的 而你这个傻蛋 还就真信了 为了我 连跟你在一起 多年的灵犀 都给赶走了 哈哈 你还真是妥妥的舔狗啊 到死都在跪舔我 路牙这一刻相当得意 为了逼他讲出 谋害我的全过程 我还得继续装下去 路牙 你 看到我情绪激动 快要说不出话来 路牙 笑得更加欢畅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都是我和张帅密谋筹划的 怎么你不信 还真是死舔狗啊 那我就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朝着外面喊话 张帅笑盈盈的登场 学霸 好久不见哪 没想到你这家伙 还真长本事了 短短几年内 便拥有了二十多亿的身价 只可惜啊 你打下的江山 马上就要归我所有了 哈哈 张帅朗声大笑 顺便搂住路牙的腰 故意刺激我 路牙依偎在张帅怀里 笑得格外灿烂 王征 我用你给我的钱 交给张帅 让他暗中买通司机小礼 制造车祸现场 没想到你还真是命大 居然没当场惨死 不过看你这个样 也活不了多久 最后还是谢谢你 送给我这么一份大脸 张帅 也笑盈盈地嘲讽我 当年我就说过 你这个学霸在我面前 永远都是个王八 哪怕后来你混得再好 现在看看 还不是给我做了嫁衣 你在我面前仍旧是 那只爬不起来的王八 哈哈 我就静静地看着他们 在那里开怀大笑 等他们笑够了 我再吓死他们 怎么还不死 不甘心吗 可你现在又能带我和 路遥大笑着 从包里掏出协议书 这上面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你死后 一切资产归我所有 是我们 张帅得意一笑 我知道是时候了 那我现在宣布 协议书作废 看到我从病床上站起来 浑身没有半点伤 他俩全都吓傻了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他俩的神色反应 在我预料之中 也是我最想看到的一幕 路遥你这个 让人恶心的白莲花 真以为我喜欢你 呵呵 还有你张帅 用这种方式 谋夺我的财产 真以为你很聪明 现在 我就让你看清楚 我王正才是真正的王者 而你就是那只可悲又丑陋的王八 我发出冷笑 这一刻我心情大为痛快 为了这一天 我足足等了七年 这时候 韩鹏走了进来 路遥 张帅 你俩的计谋 早就被王正给识破了 今天这一切 都是王正为你们设的局 用你们残害他的计谋 反过来惩罚你们 警方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俩就等着蹲大牢吧 听到这话 两人全都吓傻了 面色苍白无险 王正 这一切都是张帅逼我的 跟我没关系啊 路遥跪在我面前 哭喊着求饶 一向看不起我 高中欺负了我三年的笑霸 这一刻也低下了 他那高傲的头颅 王正 是我一时糊涂 求你放过我们吧 张帅跪在我面前 完全没有方才的精气神 现在知道求饶 太晚了 我也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 而今站在你们面前的我 是重生后的王正 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全都了若执掌 这盘棋从开始我就锁定了胜局 你们又拿什么跟我斗 不过是两头自以为是的蠢猪 七年前 我就已经为你们选好了归宿 现在是时候将你们送过去了 当我花音落下时 警察也走了进来 直接将那对狗男女带上警车 这一刻 我站在病房里 放声大笑 终于完成了复仇计划 让那对狗男女付出了代价 随后 我立即离开医院 第一时间赶到灵溪居住的地方 灵溪 我来了 推开房门 我满怀深情地看着她 灵溪飞快跑过来 扑入我的怀里 又哭又笑 现在 你真正属于我了吗 灵溪问道 我笑着回应 一直都是 从未改变过 她开心地笑了 紧紧地抱着我 生怕我再离她而去 灵溪 我们去领证吧 嗯 灵溪笑着点头 答应得非常干脆 我牵着她的手 从她住的地方跑出来 没有选择开车 我俩就这么牵着手 一路狂奔 跑向明正局 为迟来的婚礼 双双奔赴 跑在属于我俩爱情的道路上 太阳为我们照亮 通往幸福的婚姻殿堂 大道铺满金光 过往车辆为我们鸣笛作响 从明正局拿着结婚证出来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都笑得格外灿烂 今天对于我来说 是双喜临门的好日子 抱了前世血仇 让狗男女付出了代价 还跟心爱的女人领证结婚 婚礼的日子已经定了 我特意让韩鹏 给吃牢饭的白莲花路遥 送去了一份请柬 知道她不可能过来参加婚礼 我就是 专门告诉她一声 我王真要结婚了 新娘不是你 也不会是你 再补一刀 让她更心痛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很混蛋 但我就是高兴 就是想让她知道 我和笑话女神灵溪结婚了 昔日的同学都来吃酒席 而你这个白莲花 跟你喜欢的笑爸男友 却只能在这里吃牢饭 几天后 我和灵溪的婚礼如期举行 今天 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 虽然我不怎么帅气 但我会让她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嫁给我不后悔 从笑福到婚福 我俩做到了 婚礼台上 我和灵溪一起将鲜花抛入空中 我们结婚了 随后 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 我吻上了新娘灵溪的红唇 所有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 纷纷起身 为我们鼓掌庆贺 我们结束了 君子